花莲县政府赶在2024跨年之前在美轮饭店举行的 112年度花莲县模范农民表彰典礼 现场徐志为亲自出席表扬72位的农民楷模 还有23个辅导单位等奖项也感谢农民们的无私奉献 花莲以观光和农业立宪 为感谢花莲农友对县内农业的贡献及付出 花莲县府农业处赶在2024年前 与美轮大饭店举办112年度花莲县模范农民表彰典礼 公开表扬模范农民 也致正感谢壮给予农业辅导单位 并颁发全国奖项及其他殊荣奖项 感谢并肯定农民们的无私奉献 我们的火龙果粉色的火龙果也卖得很 价格卖得很好 产量不多但是价格卖得很好 所以在这里正会要谢谢所有的农友一起的努力 而且因为你们的经济求情 让花莲县政府沾光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给自己掌声好不好 然而我们现在有相当多的困境我们要做 花莲县政府全力跟农友一起来努力推动 那我们有困境是我们的规模产量 第二个是我们的人力劳动力 其实这是全国以及世界都遇到的困境 还有我们天后的关系 所以未来要去推动我们的智慧农业 我们的往事是温往要加大要加大面积 我想在这里我们的大吉兄在这里 我们是不是给农改场掌声一下 还有给我们的农业主动去跟属主给他们掌声一下 未来这些居住规模经济 而且必须要智慧化产业化 还有这个机械化 才能够克服未来的极端气候 还有我们劳动力的不足 今年农民表彰大会颁发由各辅导单位推荐的 72位农民凯模 以及23个辅导单位 今年被推荐农友 有些是采取对大的友善永续经营模式 或协助政府单位及农业会 推动政策与宣导不宜余力等奉献事迹 县福表示 期盼中央地方与农民攜手前进 持续为花莲县农业努力 创造优质农业生产环境及农特产 记者长帮业环玲师报导